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带来TI7还中国区域选赛的比赛 那么第一个比赛日 第一个比赛日EhomeK对战IGV的比赛 同步开展的另外一场是VG打VG狗的比赛 那么由于最近VG狗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强烈要求看IGV的比赛 那么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IGV和EhomeK的比赛 一个另外就是EhomeK最近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 EhomeK和TeamMax这两支队伍相当于是从这个海选打出来的 所以实力方面也是无庸置疑 而且他们也是打掉了很多这种由前职业选手或者现役职业选手所组成的队伍 来看一下双方的搬选 EhomeK上了搬掉的夜魔和全能抢了数十 这个英雄也是好久没见这么早抢了 IGV这场比赛就是拿出了他们非常擅长的这个沉默 搬掉的是技师 搬掉的是发条 这个上一场比赛说天语技师说太多了 搬掉的是发条和这个帕克 那么一抢的是小强这个英雄 第二手补完沉默以后 第三手EhomeK的班人选择是搬掉了一个蝙蝠 防了一个这个沉默加蝙蝠的组合 蓝猫是不是要考虑搬一手 IGV则是搬掉了一个钢杯兽 这个IGV也是一起哈皮 IGV和老干爹一样都是顶了个一起哈皮 不过哈皮说实话 确实他们在这个去年的赞助上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有什么说什么 另外就是最近我喝这个哈皮喝的也是比较多 感觉确实味道还不错 虽然哈皮没给我赞助 但是我喝了就是对比了几个啤酒 最近我经常就是换着各种各样的啤酒去尝 感觉除了圆浆以外 感觉哈皮的综合下来还是不错 GareEhomeK选择第四手搬掉的是死问 没有选择去搬蓝猫 看这样比赛会不会给这个Skada去打一个中单蓝猫 因为Skada的中单的猫其实打得也不错 IGV在第四手搬掉的是影魔 最近其实EhomeK自己打这个死问 打的是比较多的 吱吱吱拿出了一个狼人 吱吱拿了一个狼人 看看IGV的搬选 IGV的这个沉没应该是Super去用 因为他们的这个5号位沉没是一早就有 不是说最近沉没灵用洪活起来才有 他们特别早就开发这个沉没的体系 刚才GV的第三手 这个第三手他们现在配合沉默的话 肯定是打先手 这个阵容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先手阵容 如果要是拿沉默强配后手的话 需要一个特别硬的肉才行 必须是特别硬的一个肉盾 但是GV这个第三手拿兽王的话 明显就是打先手的一个意思了 那这场比赛在中单的这个位置上 GV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蓝猫 一个是 一个是蓝猫 一个是这个Tinker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换一个思路的话 给这个Skada去打一个VS 然后给中单去打一个卡尔 就是一号位让Skada去打一个VS 然后中单让局约者去打卡尔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 IGV这个阵容就变成了一个小强 兽王VS三点控 配卡尔天火的一个游走的 一个战术 团战的时候主要是依靠 沉默的大招去接 这个阵容体系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 而且胜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一个战术体系 大叔CIS预选赛 冒出一个叫M19的队友什么来头 没听过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 大叔低头抠脚 没有 没有抠脚 没有抠脚 今天抠脚的份额已经在上网 OK 这个抠完了 IGV果然是拿了卡尔的一个点 约后我们开在第四手 拿出了一个大屁股 这个游行也是有些日子没见了 这档比赛 以后我们K的一个阵容体系 拿出来的话就很明确了 就是强后手 对强先手的一个阵容 术士是一个很强的后手 沙王是一个可牵可后的人 但是后手的沙王 比先手的沙王要更吓人一些 狼人也是一个偏后手向的英雄 因为他没有这种 第一波就是上来 瞬间切入到对方脸上的一个技能 他的变身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等他变完了 就从先手变后手了 大屁股也是一个打后手非常好的英雄 他的这个愿见深渊加火雨加大招 用来去救人 你看以后我们可以最后手搬VS了 IGV在第四手拿出这个卡尔 就是为了防止对方去搬卡尔 因为他第四手如果亮出了 这个VS这个阵容的话 那对方肯定是要搬尼卡尔的 那IGV在没有了这个VS的情况下 一号位的位置应该会考虑去拿狗 小狗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给Skala去打小狗 然后配小强的一个游走 也是一个强游走加卡尔天火的阵容 如果不拿小狗的话 最后一手IGV有可能会打的 应该是 还真的就剩狗了 反正在我对于这支队伍的理解和认知当中 他们这个一号位现在能打的就只有狗 剑胜这个英雄虽然能拿 但是跟自己的阵容体系非常非常的不搭 那么由于最后一手的这个英雄迟迟拿不出来 我们愉快的 嘿 做一波广告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欢迎大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或者加一下我的Q群 521-010-7153 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用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打赏一波 咱们这个视频里边也没有加别的广告 也是感谢各位观众多多支持 好了我们接着看双方的这个BP 还没有结束 好了我们接着看这个双方的这个BP 这个最后一手拿了一个熊战 没有去拿狗 Sky的熊战我印象不多 好像是打过但是不多 而从阵容的搭配上来说的话 熊战这个英雄这场比赛的发挥空间是不小的 因为队友的控制足够多 只不过熊战这个英雄最近的一个胜率 我真的是 有观众表示说看我直播这么久 第一次见我开头打广告 那么为了满足大家 我们再打一波吧 算了不闹了不闹了 咱们好好看比赛好好看比赛 然后我们可以在最后一手中单的位置是拿了一个TA 这也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用来打卡尔的英雄 这场比赛从阵容上来看的话 TA这个英雄的生存空间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TA并不适合去打这个 他并不适合去打这个 后手阵容 其实TA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先手英雄 看一下这场比赛实战的一个发挥版 IGV这个阵容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所有的英雄都是预料之中的 后面K这边宁臣的沙王 知识之的狼人 Duck的三二位大屁股 戎的术士和 这个应该这个字应该是念赢吧 赢的这个TA 应该是没错 这个我之所以啊 记得住这个字的原因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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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亮 亮 这个是亮而等浮草之荧光 怎极天心之浩远 这个经常上B站的人 我估计应该对这个字很熟悉 大叔以后多上点像0比22那类视频 那种视频说实话可遇不可求 TI的海选几百场的比赛 也就出了一场那样 就是观赏性非常出众 而且能够被大家所发现的比赛 所以这种比赛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 并不是说我自己想做就有 这里一上了两个人果然是又被这又被狼人撞破雾了 被狼人撞破雾了 而且小强由于身上带了两个假眼 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对方在其他的位置上是没有这个假眼的 但其实就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阵容 我之前在很多视频里边之前都是给大家推荐过的 因为早期我经常在刀的一的时候 经常带拿着这样的阵容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去开黑 我们当时的那个战术执行比他们还要过分 我们是一级五人抱团直接中推六分钟上高地的 六分钟上高地 然后大概八九分钟就开始拆几地 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 就比他们的那个战术思路执行的还要更狠一些 只不过就是当时刀带一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会玩的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多 再加上必须是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 就是在对方完全没有AOE 或者很足够强的AOE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拿出那么多的阵容 他们那个战术思路和阵容 其实很早就给大家推荐过 只不过就可能很多人看我视频比较少 来不及去 没看过我的视频 前面的视频很正常 毕竟我现在做了一千多个 一千多场比赛了 这个不可能大家都去补完 不过不得不说 今年的这个哈皮 我觉得他们在挑选这个 我觉得哈皮今年应该是找了一个非常资深的 DOTA的这个数据师 非常资深的DOTA数据师给他们挑选的这个赞助的战队 我觉得 所以刚才上的这个对冰线呢 不出意外的话 卡尔这个对线肯定是一个雪崩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一个建设 nice啊 这一波这个EHMK的中单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操作 他在往前走的时候 正好收尾有一个兵可以用来去建设 调整了一下身位以后 利用自己的这个折光建设过去的灵魂之刃的这个效果 而且灵魂之刃这个效果 打到了这个身上以后 其实是比他平A的伤害更高一些 他建设过去的这个是一个无视护甲的伤害 其实很简单 可以看赔率 看赔率这个东西 尤其是初期啊 比赛的初期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看赔率 因为初期的这个赔率很坑爹的 这沙王绕过来一个平A 但是吸引到了塔的仇恨 这波这个沙王的这个绕后感觉是有点失误 这个队友支援过来的是 哎杀鸡也行 我看一下这还是穿刺过来以后 这只鸡 小强这个地方没有机会去杀这个鸡 由于鸡的移速 初期他的移速比英雄是要快的 他初期350的移速 很多英雄在有了鞋都追不上这只鸡 其实我觉得哈皮应该就考虑赞助VP战队 哈皮在出 在做出来酒精度数在50度以上的酒之前 不用考虑赞助VP 毕竟俄罗斯那帮人的那个酒量啊就按照普通的啤酒的那个度数 给他们喝确实是没什么卵用 看一下大屁股 大屁股 这一波被放在这个树林里边 再给上一个穿刺 还是强行性A死了 成功的一波减2 IGV在下路是找回了一些场子 中路的聚业者目前跟对方的这个TA对线还是吃了比较大的亏 前期的卡尔啊 尤其是在三级以前的卡尔 一旦被对方中路带一个带控制的人去挂 然后再对上对方战线的是一个TA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这个杀王过来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被眼看到了 这个眼是可以看到刚才杀王出来的这个位置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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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杀王过来骚扰一下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在上路的这个 术士是被小强和瘦王两个人给怼了 瘦王前期的这个豪猪对于对方术士这种英雄是有一个很强的压制力 因为这个英雄腿太短 出去被豪猪黏上以后再加上瘦王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攻击前摇不是特别长 而且他的移速还不错 这个英雄 所以前期在打这个酱油的时候 特别容易直接把对方追死 到目前来看的话 中路的这个 追者的这个卡尔的补刀还是很努力 虽然他没有加雷 并没有这个灵魂迅捷 但是依靠着这个火热的合击 还是补了不少的刀 这里一个拍地板追上来 再给一巴掌强行挠死 这波虽然术士没有 陈伯士没有吸道治理 但是还是强行杀掉对方这个大屁股 杀完这里一个穿刺 打断斯卡达的一个大药 补刀方面 目前ehomek的狼人是无解肥 27-4的一个正反补 卡尔跟TA两个人的正补方面差不太多 反补卡尔占的比较多的 比较大的优势 小强这里一个穿刺 给上 这两个猪往上拉一点 往上拉一点 这个地方的细节操作 稍微有一点点不够细腻 你可以再提升一点点 两只猪应该刚才再往上拉一点 想比赛我这个疯狂露人头啊 想比赛这个三路的血量都压得这么残 要疯啊这帮人 这里给上一个火雨 这波寻传应该是死了 方舟直接拿火雨拍死 火雨这个技能 在当前这个版本的伤害 被提升的是非常可怕的 满级的火雨 每秒钟附带的一个 最大生命百分比的消耗是4% 而且这个伤害 一般不可能只烧两秒钟 一般都不会只烧两秒 看看这里小强 能不能卡一下位 能不能卡一下位 卡住了 狮王猪能不能挠一下 一下只要中一下就死 nice 只要被这个猪挠中一下 这里开一个鹰 诶容这里很冷静 回头说打死一个鹰 还想再拼掉对方的一只猪 这个猪好像是没有成功 看看下路 下路的这个 大屁股这个英雄 在前期面对熊战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太虚的 在对方的这个酱油 如果帮的不是很凶的情况下 卡尔这里在6级的时候 终于是点了一级雷 那么现在是三级火 两级兵一级雷 大树哈皮喝多了 哎呦 我觉得这是真是观众少啊 观众多我就找哈皮要要要 要保费去了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个大屁股直接上来 烧死了 你看 这就是烧死了 后续这个伤害真的高 现在 大屁股这个英雄 我最近打比赛的时候 就最近单排的时候用过一次 哎呦 给我爽的呀 我跟你讲 特别特别爽 这个英雄下在前期 尤其是打对面近战 什么一号位的PA啊 什么熊战啊 什么剑胜啊 人家 小狗啊之类的 我就下一个火雨 你爱开转 爱开狂暴 你就开呗 反正我这个英雄 智力成长高的1比1 对吧 我跟你对着浩兰一点都不虚 特别特别爽 他现在这个火雨 伤害特别可他 两波火雨下了 对面躲的不急的话 半管鞋就没了 就是一级火雨啊 咱们都不用特别高 就一级火雨 两波你躲的不急 就半戏没了 大家这里 沙王 这波要交智力了 沙王这波应该是要交智力了 中路 中路这个狼人过来怼了一波 这个想要怼一波卡尔 但是没有带粉 没有带粉 吱吱吱的这波进攻 还是稍嫌有一点太着急了 不过利用自己这个超高的移速 是中路搞了一波事情 没有搞成功 飞奔回了这个上路 大屁股继续在下路去发育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 可以看到大屁股的经济 目前是高达2300多 而跟他兑现的这个一号位熊战 目前只不过就是只有2400 不到2500 但是经济的前两名 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一后面K这两个大哥 现在太肥了 卡尔的经济 现在跟这个大屁股差不太多 只有2400 距离自己的这个点筋手 还差1000多块钱 看到下这个加速的小强 这里给上一个沉默以后 杀小 杀这个沙王 肯定这个 哎呀 这波斯卡达在往上追 下一个橡胃鞋能不能追上 不追了 感觉追不上 这波也不追了 IGV的这波技能的 有小强的这个技能给的太不坚决了 应该说是 卡尔这波要被对方耗一波 这波耗的很惨 这三个开着泽光的 平日的直接打掉半血 这陨石砸下来 极冷有没有 极冷有没有 点上了 给上极冷以后 这波给输出 卡尔一发天火 加智力 nice 这波卡尔技能给的非常漂亮 只不过这波技能打完了以后 已经空蓝了 队友也跟不上输出了 这里扔了一个穿色 不过没有中 不过杀掉对方的TA是非常赚的 尤其这个人头 还是卡尔自己收的 242块钱的收入 再加上这波人头收入 对方掉钱 再加上还有半分钟不能刷钱 这个经济差势拉回来了很多 这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边 外边30度的高温 我这关着窗户 没开空调 给你们解说 自己像做争丧拿一样的感觉 瘦王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去找节奏 这个主要也是源于前期的一个对线 并不是很顺利 下落这个的 你看下落这个大屁股怼 这个熊战怼的 熊战又快死了 沙王还在决 一个穿刺的落地也死 宁臣的沙王这波直接被带走了 看看这波RGV过来卡尔的一个天火 卡尔天火 卡尔这个天火给的稍微有点早 没有让卡尔拿到这个人头 不过智力是吸到了 这个好像没空 没有控制打断不了对方的这个TP 这个卡尔没蓝 卡尔根本就没有蓝这波谁 TA这波肯定是要追的 这个加速TA 这里一个隐匿机直接带走 留不住 没有人能够有控制去留这个TA 这波拒绝者的卡尔是在自己的点金手 应该是刚刚做出来 在这个鸟里面应该是 还没有拿到手里面 直接是被对方的一波击杀 11分半 实际拿着这个点金手出去去点怪的话 应该已经到了12分钟了 这场比赛其实卡尔在初期对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补经济的速度已经不慢了 小强这个7级看到对方的这个TA在这个地方在打远古 TA的这个折光马上有第二层折光 看一下上路 熊战这里卡尔的天火在哪 卡尔的天火在哪 卡尔这个天火还在找机会 狼人已经死了 IGV的这波进攻主要还是源于这个熊战的大招的一个作用 这里再接着给输出 有可能能连死这个熊战 卡尔这里给了一发天火 断了一下对方熔的一个追杀的路线 但是熔战的一个地方没有往前追 不过话说这个天火就能炸到应该也炸不死 他天火伤害只有350 刚才这个术士的血量有将近400 应该是差一点炸不死 狼人这波被击杀以后 经济已经是落到了全场第四 已经是比对方的这个兽王和卡尔都穷了 狼人这个英雄最怕的就是这种事 就是自己的前两波变身 如果都没成功的找到对方的人的话 还是很僵硬的一件事 因为他一级的这个C力很长的 你两个变身的C力加起来是4分钟啊 要知道 这波要过来不愧是要打盾吧 想这个时间打盾 感觉要被对方这个大屁股和TA两个人玩死的 这个大屁股要不要过来 这大屁股打盾的话大屁股一定要自暗 这个肉身团大屁股这个英雄很霸道的 往这个地方扔一个火羽 扔一个就往里扔一个火羽 往这个地方扔一个这个怨念深渊 这对方人出不来 这个还是把对方的这个熊栈放出来 大屁股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他往这扔一个火羽 然后往这个路口扔一个怨念深渊 怨念深渊 对方就属于是出不来进不去 如果你要是想出来的话 你首先要被火羽洗脸 然后要被怨念深渊定一手 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接上一个什么 沙王的穿刺TA的这个技能 包括术士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局变 但是术士这样比赛没升局变 看这里大招定住 熊栈上来给到输出 卡尔天火砸中 其实兽王的大招吼住的人 是可以 卡尔可以晚一点给天火 因为卡尔这个天火技能延迟是一点几秒 然后兽王的一技大 可以吼住对方三秒钟的时间 这卡尔是可以晚一点给天火 尽量还是让卡尔天火收人头 大家有出现那个 阴化不同度的情况的话 可以开一段硬件加速 或者刷新一些页面 或者换一条线路 这场比赛卡尔在几乎没有拿到天火 没有收到过人头的情况下 现在的经济是排在全场第二 应该说还可以 就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应该说不算太差了 虽然说这个发育还是并不是很好 这波是可以杀这个宁臣的 这个穿刺 卡尔这里 急冷要没有 杀王一个穿刺 中央卡尔天火 急冷呢 急冷呢 选择是加了一个灵魂瞬节 强将A死对方 也可以 但是连续两个miss 我去这个脸呀 他为什么不给 不习惯给急冷呢 我挺奇怪的 急冷的蓝也够啊 灵魂瞬节是60 急冷的蓝也不过就只有100啊 连续两个miss 这个也是天命 没办法 卡尔的这个天火炸家里了 漂亮 不过他炸家里这个位置 炸的这个位置还是有点意思 他刚才这个天火放的是这儿 但是双击回到家里边的话 给大家往回倒一点 又回不去了 又回不去了 这直播又出问题了 双击回家的TP 应该是站在这个位置的 卡尔应该是可以等了一下 他第二时间放的这个天火 是等了一下 选择是炸在了一般人回来以后 习惯性会往中间走一下的这个习惯 贴的这个出装也是 这个出装挺奇怪的 不过这扬比赛 由于他们的这个阵容 是一个纯后手阵容 ehomek这个阵容 如果要想打先手的话 也可以打 但是对视野的要求太高了 就必须是在自己的 视野非常好的情况下 那么沙王大叫川三连起手 然后呢 术士里边砸大 然后接上这个狼人在后边去变狼 然后TA开BKB跳进来冲脸 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才可以打先手 否则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打后手还是比较强 而且视野上面的优势 在对方有兽王的情况下 并不是很容易拿到 双王这里在17分40秒 直接跟出来了自己的三级出 杀王穿刺打先手 定了一下 沉默大招打反手 但是好像自己没有输出 沉默这个大招用来救人了 不过这个熊战还是被对方定了一下 给一发火雨 直接烧到半管血 再给一个穿刺 TA过来一个隐秘机 树式的一个大招砸下来以后 这个熊战交盾 卡尔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那么这波自己的队友 只能是个安天命了 这个狼人变狼 开始过来去怼一波 这个熊战但是怼不过 哈皮的兽王 这波是在上路的树林里边 被对方下火雨 加上TA的输出直接砸死 卡尔还是在继续自己的安心发育 因为他现在要赶紧把自己的A杖做出来 应该已经出了吧 18分钟 18分半A杖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经济基本上是追上来了 狼人现在还是需要去赶紧 把自己的心神稳下来 把自己的心神稳下来 去把自己的经济追一追 没有经济的狼人还是打不死人的 熊战现在也是在跳刀以后 准备去跟A杖 狼人现在是封脸 B张 再跟BKB 卡尔现在是点进一杖 下一站装备应该是飞鞋 TA是跳刀 加上一个魔龙枪 然后还是要出暗灭 这场比赛如果这么往后推的话 其实从 获胜的这个 机会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更看好 E Home K这个阵容 IGV这个阵容是一个纯先手的阵容 他们这个阵容先手 而且他们不是一个团战的先手阵容 他们就是一个找人的这种单抓的一个选手 团战的时候 IGV这个阵容其实挺乏力的 小强要赶紧去做自己的A杖 你才能够在团战的时候 有更多的一个价值 而E Home K这些英雄 这下这五个英雄都是团战性 可以打得非常容易打出效果 而且是一个后手型的阵容 他们的这个阵容的技能 放出来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要比这个IGV要更好一点 IGV这边借着狩王的这个三级书 过来推一波塔 这个红色的这个死灵书没有控制 他其实明显是往后A了一下 但是这个绸化没有转移出去 人头数是10比8 那么游戏时间目前进行了是21分钟 我好饿 而宁臣这里直接给穿刺 熊脸过来接天火 这回天火又没收到人头 这个地方Dogfest的小强还是比较冷静 没有去摊这个破影机的输出 因为知道伤害够 所以直接给穿刺更稳一点 摊破影机有可能会被对方 直接一个穿刺走人 接着听说天火 我要晚点放 他刚才没晚放了 他刚才是先放的呀 只不过是这个熊战上的打得太快了而已 你这也能怪我呢 狼人现在在疯狼的补自己的经济 这段时间也是补起来了很多 把自己的经济从全场第四第五的位置 现在拉回到了第三 9300多的一个经济 狼人这个经济 其实如果就是不贪自己大招出去找节奏打架的话 他补经济的速度并不会太慢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攻击力高 他还有狼去帮着辅助输出 而且刷野也是无伤刷野 推陷的速度也不慢 因为这个英雄本身 他并不是说补经济的能力差 只不过就是很多人打这个英雄 都是喜欢打的特别拼而已 有观众问我葫芦在干嘛 你们能听见葫芦在外无发疯吗 这两个魂 卡尔现在是飞歇以后 然后再出推推 这样比赛出推推 出推推应该是为了去 躲开对方的这个狼人和铁 演戏史被小强杀了 演戏史被小强杀了 这里没看到 没有来继续歇屏 这个看弹幕的 而且我现在热的 全身出看出的 我现在有点脱水 我裤衩都湿泡了 已经 卡尔这个地方 被对方找到沙皇给一个穿刺 但是这个狼人 狼人并没有进来给输出 看看中落对大屁股的一波动手 这里雄战过来 卡尔接发天火 中 终于是收到了一个人头 这个不容易 贴过来两下直接秒掉了 沉默 沉默临死前是放出了自己的一个大招 但是对方这一波反扑 好像尽于卡尔赶不到战场 还是要出事的感觉 卡尔这个来的太晚了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给上一个吹风 这个冰墙给的非常漂亮 推波给的位置也不错 杀掉了对方的一个铁 雄战第二时间 转头回战场 再打一波 吱吱的狼人 这时候开启BKB 但是自己现在就是个 哈士奇 就是一个狼 这是一个人 他不是狼 这一波三人过来吃一发圣坛 还可以再找一找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肉山已经刷了 狼人过来直接把对方这个熊 把这个小狼给挠死 卡尔这里一个吹风 看看切的是一个急冷 这里给上一个急冷以后 陨石砸下来 先把对方大屁股秒了 狼人冲进来想抢盾 没成功被推了一下 变成了一只哈士奇 然后在疯狼的逃窜 一个兽王的大 直接吼住 这波又是被击杀掉了 这样的话 EHMK这支战队 他们在这个抢盾上面的失误 可能会导致 整场比赛的一个失利啊 前期对于卡尔的压制 其实进行的非常的成功 但是在自己这个狼人这个点上 感觉这场比赛是 犯的错误 也是稍微多了一点 卡尔的这把天火没有中 推推过来给了一个波也没有中 有点可惜 陈墨是被对方的TA上来给秒了 但是IGV现在在这个陈墨没有大招的时候 团战也不是特别仰仗他 杀王这个位置有可能要直接死 这个大屁股的输出 有点厉害啊 这波 宁臣的杀王这波死了 那么熊战焦盾 TA追出来以后 卡尔这里陨石 加上小强的穿车 但是这个伤害打的不太够 卡尔这一发天火中 但是好像被分担了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直接被打死 这里这一波反扑 卡尔赶紧撤 狼人已经死了 卡尔这里是一个磁爆 最后是炸死了对方的一个帖 那这波中路的进攻还算是比较成功 应该说还算比较成功 ehomek的防守也应该说做的比较到位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 TA加上杀王换掉了对方带盾的一个熊战 那么中路的高地建筑物只是掉了一个塔 那么两个兵器都没有掉 还算可以 这波两边其实都是已经发挥的非常出色了 沉默的智力现在只吸了14点 经济方面IGP已经领先了是6000加 经验方面领先了不到一半 观众说让我去解说东南亚的比赛 这个 有中国队的比赛 肯定看中国队的人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这个没办法 而且东南亚现在像样的队伍数量 这个扫描扫到了这个小强 扫一个粉 撒一个粉以后 看一下TA过来一刀直接秒 卡尔这个吹风加上天火 是完美的利用自己的吹风 让对方躲掉了自己的天火 技能稍微顺序释放的不太对 不过卡尔这个吹风其实也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 并不是真的为了去打输出用 来一下这个熊战 熊战没有BKB 这里穿刺开大姐 再往后撤 数十大招砸下来 没有第二个大招了 只能是自己去放技能 萨卡尔这一波 没办法 他这个孤军深入的位置太远了 卡尔一个人在下路带掉对方下路一坦 说你家都没有电风扇吗 其实我不开空调是故意的 我不开空调的目的就是 想憋着出一点汗 因为这一夏天天天天在家里做解说的话 基本没怎么出汗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终于讲春生夏涨秋收冬藏 这个夏天该涨还是要涨的 该去出一些汗是要出的 因为本身这个也是 自己人身体自身调节的一个方法 也不能一直开始空调 一直不出汗在夏天不是好事 观众说让我光着主播 这个也不喜欢怕绊着 该穿还是要穿 看一下TA的这个位置 现在TA上了三六层的这个折光 兽王大招吼出来 快速的把对方的这个折光破掉以后 卡尔一个陨石砸下来 nice 这波TA直接被击杀的话 还是有点厉害的 看看这个夏润二塔的一个推进 这熊战上来怼一波 对方想去找这个大屁股 转身一个风胀 再给上一个T 定住以后这个T的位置很恶心 这个T的位置会导致这个 出不去进不来 这帮人 你看这个卡尔 光卡尔已经在这个上面 被定住三回了 下路二塔高破以后 TA还有30多秒的一个复活时间 应该是把这个兵线带上去以后 直接转中路上高地 这里卡尔 沉默交大 强行拆掉对方中路的这个 进战边境以后呢 以后我们开始这场比赛的一个 翻盘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 因为现在整个团队的经济差 拉开的太大 另外就是卡尔的经济 如果一直领先TA的话 这个TA的发挥空间其实很小 现在这个冰墙落地 出不去 这个跳刀是可以用的 跳刀现在可以用 但是被对方的两只猪 再加上这个冰墙 可以是快速的消耗到了自己的折光 TA现在需要的是25级 这个TA需要赶紧刷到25 那么这场比赛还有翻的可能性 就是它九层折光的话 在团战当中所带来的一个提升 是非常质变的 这个机 这个机 我就看这个小强这个走位就要出事情 卡尔就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冰甲 TA这场比赛没有BKB的情况下 是谈不上输出的 而且它下转装备 这场比赛其实TA做这个 它选择是直接去做了一个魔龙枪 而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做这个跳刀 或者是暗灭 在有了跳刀暗灭以后 没有选择去出BKB 我觉得这场比赛 基本它就已经走远了 对方的这个阵容 虽然说有一个兽王的大 是无视魔免的 但问题其他所有人的控制技能都不是无视魔免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TA如果你不做BKB的话 这个团战其实等于还是打不了 而且对方无视魔免的伤害也很少 TA在有九层折光 然后或者是哪怕只有六层折光 开着BKB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哪怕被对方的兽王吼住 你也是能够扛下来的 而且你可以再利用自己BKB剩余的时间 去打出足够多的输出 这个伊亨米贴这场比赛 这个浮草之荧光的盛唐 还是打得太拼了 有一点 就是他的这身出装的一个思路 就是打得太拼了 应该还是要等盾 看IGB的一个架势 应该还是想要再等下一个盾 因为现在追风落地天火 给吉隆有没有 吉隆是给上了 不过被对方的一个大鞋给解了 不对 这个吉隆好像是 可以驱散 以前是不能驱散 我记反了 以前吉隆驱散不掉 后来可以驱了 熊战做出了一个大晕 那么现在狼人是 跟了一个BKB加散尸 狼人其实现在的输出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 由于他现在没有20级的天赋 这个变狼的CD时间 还是收险的长了一点点 卡尔迪吉隆我记反了 他以前没法缺 后来现在是可以缺 后来可以缺了 以前卡尔迪这个极速冷却好像只能是被那个BKB给顶掉 拿分身的解不掉 分身包括猴子的那个 包括猴子的那个分身 神经百变都是解不掉 后来是可以解了 TA做了一个MKB 做完MKB以后 然后准备去补自己的一个BKB 开一波物 我过来去干扰对方打盾 来的这个时间没毛病 但是能打出来多少效果就没谱了 因为毕竟现在沉默是有大的 所以天赋军团的一个扫描 是扫到对方过来了 已经知道你过来了 卡尔迪一个吹风 双方应该要在这个肉山盾这个地方打一决斗 IGV又是习惯性的 IGV特别爱干这个事 IGV是特别特别型 在打盾的时候把对方骗过来 然后开一个雾绕后 小强这里跳穿刺 给对方一个推推救下来 没有被这个天火炸到 卡尔一个冰墙 冰甲 力让一个冰墙 被对方定一下 狼人这里开BKB开变身 哎呀我这个哈士奇你在干什么 找不到对方的人啊 狼人这里被一个大军锤锤住 卡尔这里数十大招砸下来 是沙王一个穿刺 小强一个穿刺 加上兽王过来吼一个大招 沙王这波原地铺一个沙子 被一个推锅 加一个吹风 两个人落地 立一个冰墙 这里一个平A直接A死 看一下数十也被卡尔A死 完成一波双杀 推堆上来以后 那么对方这波应该是打不了了 已经 这里TA过来给出车 又是被卡尔的一个吹风 因为卡尔已经25级了 卡尔已经25级 这个吹风 89秒钟一个 再把对方数十的大招直接A死 还可以 这波场比赛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以后我们可以现在翻不了盘 狼人这个英雄 不是一个翻盘型的英雄 狼人如果要翻盘的话 只能是靠带线 但是他又出的不是带线装 这场比赛目前打到将近又是一个将近40分钟 从今天的这几场比赛的一个结束时间 好像都差不多是40分钟前后 这个时间段 今天的下一轮比赛是 CDC打ehome和老飞扬打ehomek 经济的差距已经是来到了14000加 那么经验方面也是10000加的左右的一个差觉 熊战这里是跟了一个散尸出来 作为输出装 顺便去留一下人用 狼人现在主要是他这个输出装做的 经济上面落后对方太多了 实在是 他现在的经济才相当于是卡尔的一半 卡尔有2万将近2万7 这个狼人狼人是江江才14000 刚刚踩到1万4的一个经济 差距已经是来到了一半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么熊战目前的经济虽然说一般 但是熊战本身一对一硬刚的能力 他天生就比你厉害 先天条件决定了 没有办法 如果卡尔身上已经是带上了东西 看看盾奶方面 盾是在熊战身上的 奶酪是在卡尔的这个包里面 你在中路这里狼人是被找到了 一个天火炸出来 张艾术是一个大招 但还是死了 这个狼人没有买活 卡尔的冰墙加冰甲 两个技能甩出来以后 对方也是5个人直接选择撤退 那么狼人在死了以后 我就可以放心的去上野 包里去拆了 虽然你的主力输出还没有死 这个TA 但是TA一个人 但没有狼人帮着牵扯空间的情况下 也没什么效果 有一个瓷暴 对方是一个推推 但是一个推推并没有救下来 还是被卡尔直接A死 狼人往上甩一个飞火 狼人现在是21 熊战开始大招 又是秒了对方的一个地狱火 而且TA的这个 魁影机也是打在了这个开大的熊战身上 小强这个地方 我们出天堂吗这样比较 狼人是做了一个天堂 大屁股只能买活 熊战这个位置还没有交盾 卡尔这个被定住 这个TA的输出给的不错 卡尔给了一发瓷暴 炸 看一下熊战 哎呦 熊战这个地方 被对方吹起来 落地以后 再接一火雨 交盾 问题是交盾完了以后 这个满血满蓝的熊战 你应该怎么办 卡尔又是一个锤锋 切了一个磁暴 但是这个磁暴 还没有进入 还没有CD好 又是一个机能给出来 一个磁暴 点到对方TA身上 这个TA又被给上了一个天堂 再给一个锤锋 落地 永时 推波 直接秒掉TA 这个BKB开出来以后 狼人出来打一波 卡尔又是一发天火 直接炸死对方大屁股 这个TA买活 过来打第二波 卡尔现在撞的 还是非常的好 因为有灵魂心 技能可以吸血 所以他现在这个血量 经常是被对方打完以后 一套技能就满了 再是一个冰甲上来以后 那么EHOMEK 直接打出了GG 是谁暂停的 没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那么这样的话 EHOMEK 是打出了GG 恭喜IG 又是依靠着 聚约者的一个 卡尔的完美发挥 再加上SKY 一个在中期 表现比较稳健的熊战 也是拿下了 最终比赛的一个胜利 EHOMEK这档比赛 我觉得问题出在 就是出装方面有问题的 可能也就是TA出装 有些问题 这个大推推 是不是优先级这么高 BKB是不是这么晚 一直不出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有些影响 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势 应该主要是出在这个上面 前期的对于卡尔的压制 做的还算是不错 但是没有贯彻下来 那么中期自己这个阵容 作为一个后手的阵容 在几次团战当中的一个处理 感觉也没有 这个IGV处理的好 也是这场比赛失利的一个原因吧 算是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场比赛就到这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 再见